71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 12号第一次在沃尔特里的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接受体检 体检的完整报告16号出炉 白宫医生杰克逊表示 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身体状况预期持续良好 杰克逊强调在特朗普的要求下 医生做了一项名为蒙特利尔认知评估的测试 以筛选诸如老年痴呆症之类的任何认知障碍 特朗普在这份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分数 30分满分 所以特朗普的认知能力和神经功能完全没有问题 杰克逊还透露特朗普的思维非常敏锐 并认为特朗普的身体健康状态能够顺利完成这个任期 如果他能够连任 他的身体健康状态也符合担任总统的要求 体检报告显示71岁的特朗普身高1.9米 体重108公斤 心率为68 血压为收缩压122 舒张压74 胆固醇含量为223 医生建议特朗普多做运动 减轻体重 将对他的健康更有益处 M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